Hello 大家好 上一次讲了短冰斧一 这次我们再来看短冰斧的第二部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上一部的剧情 上一部中的女主玛丽为了寻找失踪的父亲和哥哥 混在一对旅游团中 夜窗杀人魔禁地 密倒沼泽 没想到父亲和哥哥早已遇害 他自己也身陷淋雨 小伙伴们一个一个被杀死 玛丽也落在了杀人魔维克多手里 玛丽凭死抵抗 求生的欲望激发了她的洪荒之力 一击重击 直接将维克多打进湖里 终于游水逃离之际 又被一只手一把拉住 惊叫声过后 才看见拽着她的人并不是维克多 而是上一部中想阻拦旅游团进入沼泽的船夫 玛丽获救 船夫是个十分善良和蔼的人 将玛丽带回家中好生照顾 在对话中 玛丽透露了父亲的名字 船夫顿时大怒 直接枪口相向 粗暴地赶她走 玛丽疑惑地问道 这是怎么了 她只是说去镇上无数商店的足笔巫师那里找答案 玛丽走后 船夫拿出摄像机 欣赏曾经录下的视频 看着视频里的一个妙离女子沉入回忆 这时 维克多闪亮登场 一秒便将船夫开场破肚 领了盒饭 索性 玛丽安全回到了镇上 她第一时间找到足笔巫师 向她诉诸前夜的疯狂经过 足笔巫师颇为震惊 将玛丽一把拉进店里 她不希望游客被杀的事情传出去 因为她参与导游小哥组织非法运输游客的事件 玛丽继续打听关于父亲的事 再三追问下 足笔巫师将密岛沼泽的往事娓娓道来 上一部中 玛丽讲述了维克多父子如何不想消亡 这一部中 足笔巫师讲述了维克多的诞生 那时 父亲为身患癌症命不久矣的妻子找了一个护士 但朝夕相处 令父亲与护士暗生情愫 苟且思通还偷偷地怀上了一个孩子 妻子的生命也在家具流逝 但妻子偶然间知道了这一切 她的怨念化为诅咒施加在了这个孩子身上 然后就含恨而亡 这个孩子就是维克多 不久 维克多就诞生了 但是却长着怪物般的面貌 她的亲生母亲仅看了她一眼就匆匆离世 从此 维克多与父亲相依为命 直到那三个以欺负她为乐的熊孩子出现 在恶作剧时 点燃了维克多家的房屋 导致父亲想冲进去救维克多时 却误杀她 可怜的维克多一生没经历过什么好事 唯有父亲爱着她 然而 就连父亲也在十年后育育而终了 从此 维克多便以鬼魂的形式 复苏在密岛沼泽 向踏足这里的所有活人发起报复 密岛沼泽成了活人禁地 只要进入 就别想活着出去 而酿成这一切的 就是那三个恶作剧的熊孩子 而三个熊孩子的其一 就是玛丽的父亲 玛丽了解了真相后 痴人说梦的想带回父亲和哥哥的尸骸 并想杀死维克多 为父亲报仇 劝说祖比乌师带自己回到密岛沼泽 非法运输游客的把柄在玛丽手上 祖比乌师想要继续开战旅游生意 就不得不同意 但却莫名其妙地要求玛丽带上自己的亲叔叔 双方做好约定后 祖比乌师便开始组建队伍 首当其冲的是第一部中 导游小哥的哥哥贾斯丁 他听信了祖比乌师的谗言 相信弟弟还活着 为此 大出赏金 目击了一对勇夫 去密岛沼泽找回自己的弟弟 另外 队伍还需要两个重要人物 一个是玛丽的叔叔鲍勃 另一个是为了一千美元赏金 加入队伍的克林特 一群人带着武器浩浩荡荡地向密岛沼泽进发 入业后 祖比乌师让众人分头搜索贾斯丁的弟弟 但这些为钱而来的暴徒 哪里会有这个好心 纷纷抖起机灵 毛泽尔人组自由散漫地来到河边打鳄鱼 还一边谈论着维克多 只不过是虚构传说 就在这时 神火的树林里传来动静 两人警觉地举翘瞄准 说是迟那是快 树林里的维克多一个虎扑 扑倒了毛线帽 说起短冰斧 将毛线帽的脸倒成了肉泥 牙手帽趁机便逃到船上 打算开船逃跑 没想到维克多一个闪现竟到了船尾 牙手帽直接被拉下水 连被按在螺旋桨里也被绞成了肉泥 另一边 千首二人组则是在漆黑小树林里谈情说爱 别按照发展干起了不可描述的事 殊不知 树林里有观众在场 观众怒而冲出来 手起腐落 让帽子哥伸手易出 金发女察觉到了异常 一边尖叫 一边爬行撤离 突然感到下体一阵剧痛 原来是被斧子劈中 死相表情销魂 另一边的蓝散二人组 甚至在原地没有挪布 互相勾画起拿到赏金之后的美好图景 殊不知 钱没有准备好 便当已经备好 只问树林中传来电锯声 夜黑铃声是谁在头发树木 两人举枪上前查看 之前维克多举着40米长的电锯 从树林里缓缓走出 两人顿时陷入慌乱 一阵射击 维克多毫发无损 转眼就到了两人跟前 电锯从两人胯下船过 穿成一排 自下而上 锯成了两半 而另一边 足比乌师和贾斯汀 悄悄地聊了起来 贾斯汀觉得 雌星人多枪多 阵势浩大 显得有些蹊跷 足比乌师也谈言 此先的目的之一 是为了平息维克多的鬼魂 重振旅游业 虽然维克多的鬼魂是杀不死的 但只要协助他完成复仇 他便会自己消失 三个熊孩子之一的玛丽父亲 已经被杀死 剩下的两个 就是队伍里的鲍勃和克林特 只要将他们两个送进维克多手里 就万事大吉了 贾斯汀也能带着他自己的弟弟 窝着回家 贾斯汀虽然对这个计划不敢苟同 但为了找到自己弟弟 也只能顺从 很快 众人就来到了维克多家的木屋 可是屋内却不见尸体 众人又来到里屋查看 刚进入 就听到外面传来动静 大家立刻堵住门 摆好防御阵型 准备应战 这时 贾斯汀已经吓到贪软 张口就要揭露 祖比乌师的小心机 祖比乌师赶忙阻止他 看他胆小懦弱的样子 就告诉他 只要维克多完成了复仇 就会消失了 想要活命 就闭嘴躲好在后面 鲍勃也很关心玛丽的安全 就和贾斯汀躲在了一起 借这个机会 玛丽告诉了贾斯汀 他弟弟已死的真相 这时 他才恍然大悟 自己一直被祖比乌师 肆意摆布 一怒之下 他也将自己知道的事 告诉了玛丽 玛丽惊愕 这样一来 和祖比乌师 待在一起的叔叔 可就危险了 他冲出去想要通知大家 此时 贾斯汀一人落单 这时他察觉到不对 手电一照 只见一张牙齿脱落 五官扭曲的脸 赫然显现 没想到 一直致力远离战场 现在却躺着中枪 一声惨叫 贾斯汀直接被粗暴地摔出门外 还被钉在了墙上 无所不由的维克多 又掏出了一个电钻 对着贾斯汀的头 就断了下去 外面的几人 听到了里屋的动静 冲进去 就和维克多正面对峙起来 玛丽没来得及警告叔叔 大家就已经陷入混战 只好帮忙一起战斗 听说维克多是杀不死的 克林特不信邪的 一枪打中他的眉心 也只打得他 稍稍仰了下头 便冲上去 和丢下枪的克林特 缠斗起来 混战之余 玛丽上前查看 刚才受伤的鲍博 足比乌是为了计划能够顺利 直接将玛丽拖出屋外 并反锁了大门 克林特与鲍博彻底被困住 看样子难逃一死 鲍博负伤帮不上忙 克林特体力箭衰 被刮在桌子边 磕掉了人头 这一幕 看得鲍博魂飞魄散 没了战斗的想法 扑到门边 拼命求救 足比乌师只是紧抓着挣扎的玛丽 冷冷地看着求救的鲍博 鲍博也看明白了 要死 也要死得像个爷们儿 于是 摆好战斗姿态迎战 而玛丽从屋外 只看到鲍博毫无招架之力地 被虐杀着 渐渐屋内没了声息 而维克多 似乎也随着怨念平息而消散了 足比乌师的目的终于达成 将玛丽扔在地上 狂妄地构想着自己旅游业生意 将要飞黄腾达 为了将今天发生的是涌埋地下 他打算将玛丽也灭口 玛丽这时突然到处刚刚死掉的鲍博 并不是自己的亲叔叔 他的亲叔叔 在十几年前就已经病故了 足比乌师听完一脸懵逼 斜眼一瞥 维克多正站在木屋门口看戏 端兵斧气满了鲜血 足比乌师人狠话不多 竟丢了枪 上前与维克多互掐起来 足比乌师力气很大 竟与维克多僵持不下 但维克多还有力斧在手 结果足比乌师被拦腰砍成两段 正于将他彻底杀死时 玛丽突然抱走 捡起掉落的短冰斧 劈中维克多的脑门 接着将他扑倒在地 一斧又一斧 鲜血四肩 然后又捡起足比乌师丢掉的枪 一枪轰爆了维克多的头 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维克多是不是还会复活 玛丽能不能逃出生天呢 大家继续期待短冰斧的第三部吧 今天的电影就讲到这里 如果喜欢就关注小豆豆说电影 咱们下期见